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日更频道 我们这一集和大家看个案件 这个案件就是和托梦有关 我想梦这一样东西 应该大家都听过不少故事 包括周公解梦 也都是很多人可能都听过 直到现在,其实人类都解不清楚 为什么大佬会发梦 有人觉得梦是预言 亦都有人觉得梦是幻觉是潜意识 梦亦都分很多种 美梦、恶梦、清醒梦 最匪夷所思的其实就是托梦这一样东西 托梦在道教来说 其实就是死者和人类沟通的一种方式 亡云说冤情的一种手段 这集的案件就是和托梦有关 就是被害者托梦给自己姐姐 告诉人知他被人杀了 而且还帮他找到遗体 案件的发生地 就在吉林省白山市 西面就是著名的5A警区 警方进一步询问 知道他邻居张永成已经失踪很多日 这单不会是凶杀案 于是乎警方即刻去到刘晓琳家 在家里进行调查 他首先就检查那件上衣 就确定了件衫上面的血是张永成的 然后又在附近去找 但就发现不到其他带血的物品 这个时候警方注意到刘晓琳 和张永成家中间有一个沙堆很奇怪 很多乌鹰在上面 果然当警方挖开这个沙堆之后 是有QK下面的沙暗红色的 经过检测这对沙是有人血 而且是张永成的血 那么大的出血量 警方已经确定张永成死了 于是乎警方就问刘晓琳 问他最后一次见到张永成是什么时候 刘晓琳就开始回忆 因为他和张永成是一起合作卖东西 所以在6月10日那晚 他曾经来到自己家帮手打理货品 去到晚上10点左右 他离开了自己家之后 就再无见过他这个人 警方怀疑张永成是否死了在自己家 就去到他家看什么情况 结果发现不到他 亦都看不到任何打斗任何血迹 这一点就已经证明张永成不是在家遇害 究竟他去了哪 警方一头露水的时候 有一个人的出现 令到这件案件越来越灵异 案件发生之后 有一个自称张永成姐姐的女人 是主动联络白山市警方 这个人叫张燕 他就好惊地跟警方说 自己没多久之前一直做一个梦 这个梦就是他弟弟张永成 整面血看起来好恐怖 还说自己被人杀了 还详细说他知被人抛尸的地点 他最开始以为是一场恶梦 但他打给弟弟的时候 发现没人听 他心里开始不安 是故意由辽宁老家赶过来 结果根本找不到弟弟在哪 于是乎报警了 警方听完之后 觉得非常之不可思议 张燕反复强调 他知道弟弟在哪 警方虽然有点不敢相信 但仍然抱着希望 和他一起去 张燕带着警方 竟然上到长白山 令到警方疑惑的是 长白山山路来的 好多分叉口 但张燕带路的时候 是无任何迟疑的 好似所有事都撩如指掌 行了十多分钟 张燕是一片空地 停了脚步 将手指指向前方 同警方说 就是这里 我弟弟就被人埋了 在这片灌木区 而警方就半信半疑上去 但是这里就发现不到尸体 但是有警员见到 灌木重林那里 有一个区域的土壤 好像是没多久之前 就被人翻动过 警方于是乎 立刻展开挖掘 好快 一具男性的遗体出现了 而这具遗体 就是失踪了很久的张永成 警方觉得难以自信 猜不到 被张燕讲中 另外 他们有去看的尸体情况 根据法医报告 死亡时间 6月11日夜晚 张永成十几处刀相 死因是心臟贯穿刀相 刺了死者那么多刀 一看 就是和他有心仇大恨的人做 所以 白山市警方 就将调查重点 放在死者 有无和什么人结仇上 而警方走访附近居民 得知 刘晓琳与张永成是情人关係 有村民就说 经常见到他两个走到好迷 关係好曖昧 警方听完之后沉默了 因为刘晓琳是有夫知府来的 他老公叫顾大海 因为工作关係 经常不在家 如果他发现老婆出轨 一路之下殺了张永成 都是有可能的 不过哪个男人是能忍受到大陆母 于是乎 警方即刻叫顾大海出来 问他6月11日案发当日在哪 他说自己是上班的 当时只有他一个人 直班 而他都拿不出不在场证明 后来警方经过深入调查之后发现 顾大海其实一直都不清楚 当时还坐过老婆 与死者私底下的关係 好多村民的证供 亦都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说好几次见到顾大海 与张永成 谈得好开心 不似有心愁大恨的样子 再加上警方也都找不到证据 直接证明顾大海杀了人 案件来到这里陷入僵局了 而这宗案件里面 死者托梦的事件 经由媒体所报道之后 其实好多人都不信 当时就提出了两种想法 第一就是张永成的姐姐 目击到个弟弟被人杀害 抛尸 但因为某种原因 是无法直接说出兇手的身份 所以就以托梦做理由 去提示警方 猜测二就更恐怖了 就说张永成其实是他姐姐张燕所杀 他杀完人之后就说自己被托梦 去试图转移警方的注意力 就来洗清自己的嫌疑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猜测呢? 因为警方之前问过张燕 问他有没有来过长白山 张燕就回答了 说未有来过 一次都未来过 为什么会那么熟长白山呢? 通过托梦知道地点 就记得那么清楚吗? 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 张燕跟警方说大话 其实他应该一早去过长白山 警方即时调查案发当日张燕的情况 发现他在辽宁的家 从来没出过门口半步 而张永成是一个身高1米83的大只佬 运送尸体和埋尸很吃力 就算男人都做不到 张燕没可能 连两个和张永成有这么大关联的人都无嫌疑 到底谁会对他怀恨在心呢? 以后来 警方再次找到和张永成关系很深的刘晓琳 刘晓琳在警方面前无意间透露了一个人的名 而这个人名的出现令到警方开始有些破案的头绪 刘晓琳就说 他和张永成有曖昧关系之前 曾经和一个叫韓志刚的人一起过 后来他主动和他断了关系断了联络 警方问个原因 刘晓琳就说 韓志刚这个人佔有欲好强 和自己曖昧那段时间 经常吹自己 和老公顾大海离婚 但刘晓琳只是因为老公不在自己身边 太过寂寞寻求安慰 不是真心喜欢他 所以就不打算为了他和老公离婚 而韓志刚的心里就不舒服 在顾大海在家的情况之下 他竟然还三番四次过去找刘晓琳 刘晓琳是觉得好烦的 于是乎疏远了他 转头张永成的怀抱 警方察觉到会不会有一个可能性呢 韓志刚会不会是被刘晓琳抛弃这个行为激怒了 一气之下就将张永成杀了 警方于是乎就立刻将调查的重点 放了落韓志刚身上 他们就去他家找他 发现他不在家 只有个弟弟在 个弟弟跟警方说 韓志刚在6月22日出门 就说要去看下他回大学的女儿 这个时候警员就开始想到 6月22日后 不就是他们发现张永成尸体的第二天 韓志刚这样走太巧合了 警方之后又通过走坊调查 画到另一条非常之重要的线索 就是在6月11日案发当晚 韓志刚找了一个 色的村民遮走他家的一架独轮车 然后就说要搬运沙土 第二天 韓志刚就将车还回给村民 警方发现这架车是被韓志刚用清水洗过 但有警员在车辆底部发现了一些血迹 经过检测 这些血是死者张永成的 韓志刚的嫌疑好大 但他现在走了去外地 警方不想打草惊蛇 于是他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引蛇出动 警方就叫刘晓琳老公顾大海配合 警方对外宣称张永成是被顾大海杀的 顾大海在逐间过程里面失手 杀了张永成 媒体将这个结论公布 大家都知道了 就在空手被警方逮捕了几日 韓志刚就回去白山市 而在他家等了这么久的警察 立刻上去捉住他 然后带回警局接受调查 一开始韓志刚还狡辩 说自己不懂张永成 为什么要杀他 但是警方逐样逐样证据拿出来 就说他在家发现了两把有血迹的刀 上面找到的子民韓志刚的认罪 也都交代了整个犯罪经过 就正如警方所想的那样 韓志刚是妒忌张永成 和刘晓琳的关系 对他怀恨在心 案发那天晚上他打算去找刘晓琳复合 刚刚见到张永成 在刘晓琳间房走出来 他怒火冻烧 就带着把刀就埋伏 等张永成一走过来 就一刀刺死他了 之后为了亏份 又连续刺了他十多刀 等韓志刚冷静下来之后 就有点害怕了 他不想坐牢 于是乎他就有个计划 他首先就将张永成件衫脱了下来 丢去刘晓琳家 他故意这样做 他本身就是想把单东西 嫁祸给刘晓琳的老公顾大海 他觉得只要将顾大海送入監獄 就不会有人同自己抢刘晓琳了 这个想法都好奇怪 而韓志刚为了保险喜见 他计划将张永成的尸体 运到荒山野嶺 如果尸体没被人发现 当然最好啦 就算被人发现了 都有顾大海来背锅 不过他自己比较瘦 背不动张永成的尸 所以就找人借了手推车 就用车把尸送到上长白山 完成藏私工作之后 是故意清洗了车 本来以为天衣无缝 但车里仍然有张永成的血迹 所以就暴露了自己的杀人罪行 案件来到这里 就叫陈埃乐定 其实整件事最惨除了死者之外 就是顾大海 一直戴着他绿帽 而且还被警方怀疑是空手 到最后还要用他顶绿帽 去找空手出来 都可以讲得上最惨为他 这件案件仍然有后续 托梦的迷团仍然未解开 而根据韩志光本人交代 他对张永成的情况不了解 他只是当他成敌 所以他不清楚 原来张永成有个姐姐 如果张燕和韩志光不认 那他就无可能在韩志光那里 知道弟弟的死讯 那是否意味着张燕 确实是托梦呢 不过案件毫无关系的 他到底怎么知道弟弟 埋在哪里 亦都有人讲 张燕和弟弟太长时间没见面 太想着他才会梦到他 但这里不合逻辑 你无理由太久没见面 梦到他就梦到他死了 而且还有个藏私地点 那当然啦 关于托梦的事件 其实有很多案例 94年 台湾亦都发生过一宗分屍案 有一个叫张慧池的母女 被人杀害了 而他的遗体被人发现之前 他弟弟就去了报案 至于托梦这一样东西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有没有人有过这些托梦经历 下边留言 好了 那今集和大家看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想讲 下边留言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